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个功能其实对于程序来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量 就是主要是我们的声音设计师这边 然后需要给场景中的这些房间 然后添加Trader 然后在Trader上面挂上AKA ROM组件 然后在相应的门和窗的位置呢 然后挂上AKA PORT这个组件 然后挂上这个组件之后 然后就可以自动地实现这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其实它的效果来看的话 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我们在房间里面挂上这个混响之后呢 我们在房间外面移动的时候 然后这个混响的声音会从里面传递出来 然后并且呢 在外面移动的时候 它的声音的这个混响的更新 也是比较及时比较流 比较顺滑这么说 然后而且呢 其实对于开发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几乎零开发量 然后以前呢我们要做这种 就像刚才讲的那个阻隔和那个阻挡和阻隔 这样的一些功能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Recast的 我们需要用到寻度算法去算我们 一个声音从A点到B点 是否阻挡以及它的传播路径 那这种方法呢 其实需要很多的优化的量 工作量 实现起来倒不是特别难 主要是优化 那么WISE直接将这功能整合进来之后 如果我们使用新版本的话 直接用这个功能 那么就节省了开发量 同时要指出的是WISE的整体的 它的计算基本都在另外一个县程 那么就不会影响我们主县程的运行 那么它的性能呢也相对而言会更好优化一些 那么而且呢 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 我们用了这套东西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Profile里面 直接看到我们声音的反射情况 然后我们混响的发送情况 我们混响发送到某个总线上的 有多少有多少DB会出来 那么比起我们自己去直接开发这么一套 能够可视化的工具来说 工作量实在是少了太多了 那而且大家 而且我们的 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同时开发或者运营的项目 能达到将近十几款到二十款 所以我们虽然说人很多 但是也很忙 而且每个项目的周期 基本都在一年以内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还是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正在开发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请自动我们演示一下 嗯 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功能是 同样的2017版本中 还有一个功能是早期反射声 那我们在COD里面 为1P和3P的武器的声音 开火的声音和语音加上了这个功能 那如同前面所说的 我们为每个房间都挂上了相应的组件 然后我们在每一栋房子的这个Trader上面 都挂上对应的反射材质 那我们设置好枪声和语音的发动比例之后 那么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反射的效果 这个效果从我们听起来来说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当玩家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的时候 它的反射是可以实时得到更新的 那么具体的不细说 接下来我们简单还是准备了一个演示视频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为了演示效果 我们把一些参数调的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为了 能让大家更多听到的语音 我们把很多语音的出发几率改成了百分之百 然后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接下来 重量攪拼 小命 尼留下 иф访 我议 holt 小命 成功 大家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在右边会有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 然后效果是我们我们故意调大的然后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那接下来请 那么前面我们说到我们的手机端的音频是需要进行一些取舍的去强调给玩家流出一些更重要的声音 那么我们设计了一个极远距离交战区域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实际上枪声的传播距离是非常远的 那特别是在一个大的战斗场景当中 那远距离远处可能会有非常多的与你无关的密集的开火声 那么我们会考虑第一是不是需要去去掉这些声音 那如果又去掉这些声音的话是不是少了一些环境的氛围感 于是我们尝试着将武器的开火的衰减距离调整到150米 并且在150米之外呢我们将它定义为极远距离 那我们使用了一个混好的远距离的枪声和爆炸声的氛围素材 来替代远距离玩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开火的枪声 那并且用模糊定位的方式来判断出玩家前后左右四个战斗区域 那根据各个方位的开火的人数的数量来进行播放 那么在Wise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图 是我们设置了这样三个RTPC 那分别代表玩家左右前三个方位的敌人的总数 那再由这几个RTPC来控制玩家相应方位的战场环境音的音量大小 那这个功能我们只会在地图比较大的情况下才会用到 那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两种好处 那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在手机端可以稳定其远处的一个最大的发音数 那流出足够的空间给近处和远处的真实的触发的枪声 那第二个是这种环境氛围相对于普通的我们的2D环境来说 它是具有一定的信息量的 那可以 那当然这个做法也是有一定弊端 那比如说它会一直占用三个发音通道 那这对于我们手机端的音频来说是 还是需要去考虑到的一个点 接下来就是我因为刚才讲到这个环境声 然后我就想以这个例子 然后简单说一下 我们使用一些中间键 如何能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的 然后刚才一开始我看到了 有大概有也是有好多开发同学在 那大概就是这样 就涉及到这个环境声的系统呢 我们称之为Virtual Bad Sound 然后这是一个全局的一个模块 那么我们每一个玩家呢 我们用Punk来表示 那Punk相关的声音 比如说Bullet Flyby 或者说Impact 或者开火 或者说语音 还有脚步这些声音 我们全部都是通过Punk来触发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通常的 我们要实现刚才玩家在开火的时候 然后去动态改变我们环境声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按照我们通常的做法呢 是我们要在Punk开火的时候 然后去把一些参数 然后传递给我们的Virtual Bad Sound 这样的一个模块 那无论是通过Event的方式 或者说是一个接口的方式来处理 那么这两个模块必然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偶合 因为Virtual Bad Sound呢 它还要控制一些 比如说我们环境上的音量 然后需要播几个 然后它的密度这些事情 那我们使用wise之后呢 因为wise本身是具有一定的逻辑功能的 那我们在Punk的里面 我们在Punk里面就触发了这个 触发了这个开火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在Punk里面去计算 我们当前的开火状态 然后把这个状态呢传递给wise 然后wise里面去更新这个RDPC 然后我们的Virtual Bad Sound的这样一个模块呢 其实它就不需要太关心 它自己需要什么参数 因为我们在wise里面是可以通过一个RDPC 控制一个全局的一个声音的 那么这里面呢 就两个模块之间的偶合就降低了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COD它是一个有多模式的一个游戏 它有非常多的模式 那我们在一个Base的一个Punk 和一个Framework里面就加这些功能之后 那我们在其他的模块 在其他的模式里面要去修改它的话 那么如果有偶合的话 那么这个就需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有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改坏掉 然后后续维护也会比较困难 而且我们用wise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好处是 首先呢 wise本身是有Soundcaster 以及Profile的这样的功能的 然后程序不需要单独去开发 然后我们的声音设计师呢 他就可以利用Soundcaster的功能 然后在Soundcaster里面去修改这RDPC 然后去触发这个环境声 然后他就可以在里面听到效果 他可以在里面验证自己的设计 他验证好了OK了 然后再去告诉开发 那我不要做这功能 他就给开发听 我要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要改哪些参数 然后这个 这样就会 就会让 我们 我们声音设计师的工作 和开发的工作 相互之间能够 互相独自形成闭环 就是不是完全的闭环 但是 是很大程度来说 在工作流程上来说 也可以解偶合 那么 所以这样对我们的 开发效率的提高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 性能固然重要 还有我们的设计也很重要 但是因为我们周期时代太短了 所以说开发效率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 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些 手游特性开发的事情 我们还是请小龙老师 为我们讲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